你按下美滿過去多點幾個箱才能搬走 還是這裏有某對愛女畢生更重的 沉重到多五千個貨櫃都不夠 可不可以跟我們報告一下這次夏威夷之旅想能怎樣 很順利 除了完成了在那邊一個節目 跟那邊的角色 也順利拍攝自己的MV 其實是不是一早已經預先計劃在內做這件事情 其實有的 但有很多安排上 例如那個MV裏面有另一位男主角 都不是事先穩定的 是剛好我們在拍之前去夏威夷的特輯的時候 有一天出去吃下午 看到這個男生挺帥的 然後問他有沒有興趣拍個MV 就找到了 那他本身是不是素人 還是他本身都是模特兒 他應該是模特兒來的 因為他也有接很多模特兒的工作 而且他身形很高 他就說當時他想著 因為我們在那個地方 是他幫他家人做一間鋪鐵 剛剛走出去倒垃圾之際 戴得很有型 戴得很有型 他的眼神是很刺激的 但是為什麼自己的歌不打算自己做男主角 要找外面的人做男主角 因為都想嘗試有一些抽離的感覺 其實由去年的《我們都不是無辜的》的MV開始 因為這次的導演也是邱宗葉先生 跟他合作了很多年 大家開始建立到一些 默契和信音 對 還有一些我跟他的MV世界出來 好像抽離現實的感覺 所以就想找一個 其實在我心目中 他這個Model 在《金生不回家》的MV裡面 其實他的象徵是我的心魔 OK 所以就有一些特定的想法 而這個合作的班底 現在越來越順 可能默契和化學作用都出來了 我覺得開始可以向電影賣場 等著聽你的好消息 之前你也做了很多研究 也看過景色才去找拍 是 因為這次幫我們找景色的朋友 都是製片人 他們這間公司之前也有幫過 《荷里活》一部叫做《King Kong》 那部電影找景色 有些景色在夏威夷拍攝 我們現在《金生不回家》的MV裡面的森林 就是一個叫做 我突然想想一下 Judd Trail的森林 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去那個森林 就覺得很有宮崎進世界的感覺 因為那些樹 那些藤 那些 我怎樣說 那些青苔 那些樹 根本就是《幽靈公主》 那些電影感很強 很強 一進去的時候 我們突然想起 應該 宮崎進是有很多漫畫 即是他的動畫都有去夏威夷取景 即是他真的實地去考察過 所以這次 真的一舉幾得 去了《夏威夷之旅》 又可以有音樂交流 又可以拍了特輯 又可以拍了MV 當一個新移民切斷 想半生炒一個新造國 繼續做人 每夢每一早歸家 若人會想到 護照要改換生的人 曾以為有駕酒是安穩 當天氣改變世道人生 再溫馨到感覺 自備憂感 只發現城牆外面 曠野那天空不算有